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OFER2当中也谈到过了 究竟有何魔力可以让周深多次提到呢 标签这个东西就是让别人认识你的一种方式 我就恨不得全部都是标签 那岂不是我可以有各种各样方面的 各种不同的面被别人听到和看到吗 周深这句话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想要别人认识和了解自己 就必须要让人有一个特殊的印象 但是想要让更多人注意到自己 就必须要展示不同的自己 总会有一个独特的方面受到别人的关注 其实呢已经出到六年的周深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观众 标签不可怕 阅读的标签才是更好的出路 当年那个小土豆呢 早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 这六年的心酸和苦痛 只有周深自己知道 留给观众呢是一个乐观自信的形象 很多人都会产生疑惑 综艺节目中的周深和唱歌的周深 不是同一个人 这只是周深的另外一个方面 不然怎么会有 平时的周深和唱歌的周深 综艺中的周深 就是私底下和朋友相处的周深 一到唱歌这个比较真实的场合 周深就瞬间沉醉在歌曲的旋律当中 无法自拔呢 贤媚黑暗的周果子 性感帅气的周深 婉转悠扬的周百零 天赖之音的周深 还有周百搭等称号 这些都是周深每一次挑战 不同的风格 留给粉丝的印象 多少人因为这个原因 喜欢上了这个其貌不扬的周深 所以说标签可以让更多人认识自己 但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努力的 没有人天生就会这些东西 都是一步一步努力的结果 唯独自己不要给自己贴标签 我觉得自己给自己贴标签 那个就是限制 别人给周深贴标签 这是周深歌曲风格多样化的表现 但是周深从来都不会给自己贴标签 贴标签给自己也就是一种限制 将自己的能力束缚在了笼子里 就算有潜能也会被埋没 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自己的能力有多么的强大 只有自己逼自己一把 才会知道优秀的人都是什么样子的 不要让那些条条框框 束缚自己多彩的人生 但别人给我贴标签 那只是我表达了一个面而已 我觉得挺好的 做一个立体的艺人 人本来就是很复杂的生物 为什么不让这个复杂的生物 彻底的解放出来呢 深入挖掘的自己的潜能呢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要让别人在众多不同的人当中 记住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是先专注一个方面 努力做好 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 然后再去展示多面的自己 做一个立体的人 我们无法做到 所有人都注意到自己 但是只要努力 只要敢于拼搏 总会有更多的出路在等着我们 相信自己 不要让那些条条框框 束缚自己 打破枷锁 解锁不一样的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宿 如果你喜欢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